大家好,中国现在也出现了本土病例,而且疫情也在多省市燃烧 那么我把最新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中国内地22天未出现新增本土病例以后 安徽、辽宁又相继出现了本土确诊病例 5月15号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级专家吴尊友在接受新闻采访时表示 虽然此次本土疫情的首个确诊病例来自安徽六安 但此次疫情源头很可能是从辽宁营口开始传播的 5月13号,安徽省六安市对一例到医院就诊患者进行核酸检测 发现一例确诊病例 此后两天时间,安徽、辽宁也相继发现了确诊病例 截至15号20时,安徽六安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例 无症状感染者7例,安徽合肥报告2例确诊病例 截至15号19点,辽宁省营口市新增5例确诊病例 和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此外,15号晚,辽宁沈阳也报告新增1例本土病例 该病例5一假期曾去营口霸鱼圈旅游 从目前公布的流调信息来看 辽宁营口报告的确诊病例 都为安徽报告病例 李某亭和吕某的密切接触者 与以色金童年摄影基地有关 病毒从哪来呢? 弄清楚传播链非常关键 无尊有判断 此次疫情传播源依据是地理位置和发病时间 我国新出现疫情都是境外输入人或物 吴尊有对记者表示 虽然此次的本土疫情首个病例来自安徽六安 但安徽属于内陆省份 直接由境外输入疫情可能性不大 而在营口在辽宁去年该省 发生了若干起境外输入引发的地方传播疫情 此外,吴尊有认为 从现代病例发病时间看 目前公布的信息提示 虽然安徽六安先发现病例 但营口病例出现的时间比安徽六安的病例早 从现有的流行病学传播关系来看 六安病例由营口传播所致 三天26名本土感染者 辽宁确诊人数已经超过安徽了 也就印证了之前的判断 回溯一下安徽、辽宁两个省新轮本土疫情传播链 5月13号安徽合肥市六安市两地相继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5月14号中午12时 安徽全省共报告确诊病例4例 其中合肥2例 李某亭、吕某 六安市2例 张某某、李某 那疑似病例1例 范某某 14号下午呢 这例病例啊 转为确诊病例 六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3例 另外5月14号零时到19时 辽宁省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 均为营口市报告 新增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也是营口市报告 营口报告的上述5人 皆为合肥报告病例 李某亭、吕某的密切接触者 同为金色童年摄影基地的员工 今年4月末到5月初 李某亭和吕某 从省外抵达安徽 以前曾在辽宁市营口霸鱼圈 停留多时 且多次往返于当地的金色童年摄影基地 和霸鱼圈、熊岳镇、爱居金阳酒店 就是它居住地之间 加上15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15日19点 安徽省共有感染者12名 辽宁共有感染者14名 辽宁省感染者人数 已经超过了率先确诊病例的安徽 值得注意的是 15号通报的感染者中 有一例来自沈阳市 这也是合肥之后本轮疫情中又出现确诊病例的省会城市 根据15号晚通报 沈阳新增本土病例 曾经去营口旅游 你看这个传播链你就能看出来了 那么沈阳方面 你将病例居住的小区、和平区、文艺路、议员小区 填诊为中风险地区 此次疫情跨省流动、培训活动是两个关键词 5月13号的凌晨 六安市医院对此就诊的29岁女子张某某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是阳性 后经市疾控中心复核 结果是阳性 专家组会诊 结合临床诊断 新冠确诊 是普通型 经调查 该患者长期居住于六安市育安区的城区 就职于当地爱慕影楼 近期没有离开安徽 但与来自大连的李某亭 爱慕影楼培训时 有密切接触 李某亭为江苏省无锡市某集团员工 主要从事摄影营销培训 于5月1号从大连飞至合肥新桥机场 然后直接乘大巴 到了六安市开展培训 同行者另有两名男性培训师 5月8号下午16时 李某亭乘坐滴滴打车 前往六安火车站 乘坐第3058 12车17B座 车次到达合肥南站 随后转乘出租车 至合肥西县 肥西县 入驻的是维也纳酒店 开展培训 5月9号18时 因发热至肥西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 5月13号接六安协查通报后 再次采样新冠病毒检测 转为阳性 5月13号11时 吕某作为李某亭的密切接受者 接受了核酸检测 也为阳性 并转至合肥宾湖医院隔离 5月14号临时15时 医院报告 无症状感染者 临时35分 修订为确诊病例 吕某在4月26号至5月14号间 相继到访过 北京 辽宁营口 安徽合肥 两次在北京乘车 乘坐的是第37列 第三期列车 K683列车 K1071列车 5月14号 长期居住于六安市 御安区的33岁女子李某 也被确认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轻刑 她是张某某的同事 从共同接受了李某亭的培训 另外长期居住于六安市 静安区37岁男子范某某 早前也被确认为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普通型 最新消息 范某某由于疑似病例 转为确诊病例 患者5月6号下午 曾在凤凰园安治小区 以李某有交集 15号晚间 六安方面公布了 7例无症状感染者 信息通报 7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浙江浙东商贸城 艾米摄影 还有爱慕影楼的工作人员 是老板 合伙人还有员工 在营口方面 15号 辽宁营口市召开 疫情防控中心的新闻发布会 那么营口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尽力在发布会上通报 霸鱼圈区已经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16号霸鱼圈将全面启动第二轮核酸检测工作 据通报 15日0-19时 辽宁省宁口市新增三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五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有七人为金色童年摄影基地 一人为个体诊所大夫 已经在安徽确诊患者 吕某在金色童年摄影基地的老板 陪伴下 到这名大夫经营的诊所 那么这个培训师李某某成为关键人物 你从刚才的这个 跟你说的这个传染链 里面提到这个李某某 他这个培训师跨两省 跨多省 还到过北京 他成为关键 那根据早前留掉信息的 安徽确诊病例 培训师李某某与同事吕某 5月11号 住于合肥 肥西县一个酒店 同一房间 4月26号 两人先后到达辽宁霸域圈 营口本土病例 孙某影 4月26号全天 就与李某某 吕某某一起学习培训 营口此次疫情爆发的集中地 金色童年摄影基地的老板 4月29号中午和晚上 和李某某 李某某共同就餐 一起吃饭 该老板还才陪同 这个吕某到一个个体人所挂点滴 14号被核酸检测为阳性 目前营口13例本土病例 11人都供职于金色童年摄影基地 接受过吕某和李某培训 或与其他有过接触 另一个病例外省来自 是来营口出差人员 5月10号入住李某某居住过的酒店房间 你看这个人走了以后 房间其实也是带毒的 11号到13号 在金色童年摄影基地工作 5月19号核酸检测阳性 那么这个霸鱼圈 它靠近这个营口 它是海产品进口加工 比较密集的区域 所以之前有过海外的海产品 进入中国 然后给传播员 从海产品传播到个人 是有这个传播链条的 现在国家也正在进一步调查 到底是不是海产品传染 现在还没有得到最新的消息 有最新消息 那后续也会报道出来 所以这个事 我觉得非常恐怖在哪呢 大家五一小长假刚过去 五一小长假 五一小长假 记住霸鱼圈 当地政府官网显示 霸鱼圈出现了 今年首个旅游高峰 接待游客97.1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8.7亿元人民币 这个来自沈阳的患者 就入住于这个华军温泉酒店 熊岳镇温泉村 霸鱼圈的这个熊岳温泉历史悠久 是东北第一圈 就是来旅游的 结果把这个病毒带回沈阳了 现在沈阳也在这样查 你想整个东北地区啊 有多少来过这个酒店 或者来过这个地区的 他这个传播可能现在也正在传播 所以我觉得这是恐怖一点啊 特别是五一啊 人山人海啊 飞机高铁公交 啊 游乐场所 那都很多人都不戴口罩了 所以从这点看 我觉得后续人数可能会增加 而且啊 我觉得运气好 可能会控制住 运气不好啊 这可能会是一个 我觉得 会是一个重大事件 我个人认为啊 五一长假 我没敢出去啊 我这人五一大家看了啊 就在家陪着你们 你看五一天天能见着我 那我这人吧 我发现一点啊 就人家别人都去的地方 我不去 是吧 我觉得危险 那这一次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 确实危险 你想安徽到辽宁 另外在北京还坐过车 中转过 从北京那个一个车厢为中心 有戴口罩的 肯定没有戴口罩的 所以我说 你说是这个传染链 这个传染链扩展的话 所以这个事啊 目前啊 我只能说 目前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 所有的啊 所有的被传染的人 肯定有一些还会漏网 所以需要什么 普筛 各地区进行普筛 我觉得现在有一点 在国内的咱们看过节目的 第一点 戴口罩 少出门 出门戴口罩 这样能保证你安全 我一想想挺恐怖的 在北京啊 你想这个坐着这个三列火车啊 火车上一定有他接触过这 那这些人通过北京这个火车 又扩散到全中国各地 最后啊 我提醒大家 这戴口罩很关键啊 那戴口罩有的时候真的能救你命啊 另外呢 少出门 我觉得没什么事就不要出门 还是你多戴口罩 然后在公务场所戴口罩 另外呢 少去人流密集的场所 这个真能保证你的安全 我很庆幸啊 五一我没有随大六啊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大家一起 我呢 要出门也是自驾 偶尔自驾一下 就在附近转着 没有跑到那么远啊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疫情也很复杂 戴口罩是最关键 另外少出门 注意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千万要注意啊 要不然这种传播 现在这个病毒和以前 去年那个病毒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病毒传 传播速率更快了 它是变种病毒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 警觉起来 我觉得看我节目 你们得警觉起来 千万别以为 这个病毒就过去了 现在这个病毒 其实离你还很近的 戴口罩 一定要记住戴口罩